大家好 今天影片会比较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我相信每个巴图巴哈人一定都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要带朋友来巴图巴哈 我要带他们去吃看风景还是带他们去玩什么活动 不过其实巴图巴哈最多的就是 道地的美食 所以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要来介绍 来到巴图一定要吃的道地美食 这些美食实在是太多了 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所以我请了我的朋友来跟我一起介绍 Hello 大家好 我是浪马 浪马是他的YouTube频道的名字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影片的最后点击去看他的YouTube频道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阿喜碗汤咪这里 这是巴图非常出名的一间云吞面 它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阿喜碗汤咪呢就在大马路这一带的位置 The麵包图面 还有不了多天 再加我们一碗汤 YINTO 冰箱 其实就是干捞面 跟这些料有青菜 叉燒还有两颗云吞 還有一碗汤 它汤就是属于比较鲜辣型的啦 不是像KL那种黑酱类型的 然后它的面是使用 它里通常使用这种轻辣椒 它们通常使用这种青辣椒 插在面里面 这样吃下去会有一种酸辣的感觉 现在要吃巴兔 马祖庙对面在想象子里面的炒锅条 这个炒锅条老板已经在这边炒了几十年 它的炒锅条本来就很香 它还有加猪油炸 所以味道更提升了一个程序 这个炸宝贝尔也是在大马路这一带 它是位于阿西湾滩米 隔壁小巷里面 这一个就是那炸宝贝尔 它里面是 很多种蔬菜 然后它撒上花生 所以弄到它味道非常香 其实它也有没有炸的 不过我们只买炸的 因为这里它的炸宝贝尔是非常好吃的 也就是它出名那一点 这个是其中一个来到巴兔一定要吃的小吃 另外一个来到巴兔一定要吃的小吃就是 面煎糕 也就是俗称的满煎粿 满煎粿就是类似煎饼的甜点 其实也没有很甜的 还是有点咸味的 它里面的馅料就有花生 糖还有牛油 那为什么这个满煎粿呢 这么好吃呢 第一是外脆内软 第二加上老板特制牛油 下一个要吃的就是结属的甜点 Chendo 它是位于布店街这一带的旧店屋 名字叫Akbar Chendo Chendo其实就是甜的沙冰甜品 然后里面有放这个类似菜盐 这个甜品里面也有放椰浆 这Akbar Chendo不要看它就有冰灯椰糖之类的这种很简单的材料 问题是它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至于一个在我们马来西亚热天气的地带吃这种 真的非常的解渴 现在来吃的是唯一的很直接的炸年糕还有炸香蕉果 它们是因为它们的调味还有炸的粉 很特别所以每个人都会来这边吃 你看看得到它的一层一层那种包裹住它的面粉 已经炸的很酥 听声音就懂很脆 然后香蕉 甜吗 香蕉很甜 它里面已经是非常熟的一种情况了 然后它的香蕉就又软 又烧烧软软这样子 现在来吃看它的炸年糕 炸年糕跟香蕉果是果一样的粉来炸 这个炸年糕很特别是它是上面下面两片芋头中间加这年糕 然后拿去炸 现在来吃的是位于爱群学校附近的阿三伯达 它是这一排马来档口里面的第二个档口 通常来这边都是来把它当早餐吃 因为它到12点的时候它的料就差不多已经完了 这就是这里的主食就是阿三伯达 大部分的人都是 预讨一干巴里或者一干梅达 它的味道非常的浓厚 非常的浓郁 然后非常的辣 它的汤汁和巴图其他位置的阿三伯达 味道其实有点不同 它的这里是比较注重的是辣跟咸 外面的其他会比较注重酸 然后呢不仅是它的鱼 它的汤汁也是非常的下饭的 但在一碗的阿三伯达 也够一个人吃了两三碗饭 你来这里的话你不一定要点阿三伯达 你也可以点它的这些小菜 让你不会觉得这么的腻 在巴图巴哈讲到鸭肉面 人家一定会想到大杯水茶餐式的鸭肉面 这间店为什么叫做大杯水茶餐式 就是因为它serve的果汁很大杯 鸭肉面其实就像鱼圆面一样是干老面 只是它的汁不是咸辣 它的汁是乳鸭肉乳出来的乳汁 然后这个鸭肉很嫩又乳到很入味 喜欢吃辣可以配上辣椒 因为这个鸭肉面加好辣椒锅更提升了它的味道 汉鸡西果店是华人传统的咖啡店 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卖咖啡茶还有烤面包之外 还有卖它自己做的面包跟蛋糕 汉鸡这边的茶水跟咖啡这些真的是泡得很好 这个是汉鸡的招牌面包 它里面就是有蜗鸭还有鸡蛋 它有一点像华人的Burger 如果你喜欢蜗鸭的话你一定很喜欢吃这个面包 现在要吃的是巴肚最好吃的猪炸汤 阿顺猪炸汤 阿顺猪炸汤它的汤头煮到很鲜 味道刚刚好口味不会太重 它还有放咸菜和酸梅来解腻 所以整个汤喝起来就更好喝 它里面有放的料呢就是 肉脆瘦肉猪肝还有鱼肉 在这边吃汤是拿来配饭吃 当然你还可以选择你要面或者米粉 这实际上到底美食的Google Map位置 我都会放在Description 所以想要去有朋友可以直接点来看 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Like and Share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我的影片 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